關志通、蕭嫌、排毒、修復一剔過 歡迎收聽紳士閣廳新聞,我是嘉輝 緬甸內戰持續,局勢動蕩之際 中共南部戰區在8月27日起3日 在中緬邊境中方一側搞聯合十兵實彈演習 專家解讀北京的多重目的 認為中共在緬甸內部玩平衡 暗中影響緬甸局勢,保護自身利益 確保緬甸不會倒向西方國家 自六、7月份以來,緬北戰火再起 緬甸軍政府在7月底又延長了緊急狀態 反政府聯盟三兄弟聯盟 自去年10月以來一直在緬甸東北部 對軍政府發動攻擊 今年初,來自緬甸的炮彈落入中國境內 搞到雲南省南山陣的5個人受傷 隨著緬甸內戰的激化 中國被捲入的風險逐漸升高 根據南部戰區微信公眾號發布的消息 中共軍方說,今次南部戰區陸軍 空軍部隊聯合搞實彈演習 目的是檢驗戰區部隊的偵察預警 立體風控 火力攻擊的能力 做好應付各類突發情況的部署 維護邊境地區安全穩定等等 中共軍方8月26日的消息指出 南部戰區27日至29日在瑞麗、鎮康等 中年邊境一線展開臨邊武裝巡邏和空地聯合警巡 研究亞太安全和國際關係的南華大學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宣國祥對大紀元分析說 中共在中年邊境增兵的主要原因當然是出於邊境安全的考量 因為戰火已經波及到中國邊境 但中共增兵的考慮 亦都是出於對自己經濟利益的保護 因為中共在緬甸有大量的經濟投資 尤其是中年經濟走廊項目 包括能源管道、基礎設施、建設等等 都對中國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 增兵和演習可以展示軍事威懾力 但宣國祥認為中共直接出兵介入緬甸內戰的可能性比較低 因為出兵緬甸會引發國際關注 不符合北京的戰略利益 中共更有可能會通過提供情報 後勤支持甚至秘密軍事協助等方式 來影響緬甸局勢、保護自身利益 中共主要是希望在緬甸局勢中扮演 穩定器的角色 確保緬甸不會倒向西方國家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中志東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在中緬邊界搞演習 顯示目前緬甸國內的狀況十分不穩定 中共通過軍事演習和部隊的部署 展示必要時會採取軍事手段介入的能力和意願 同時也是直擊來練兵 有地緣政治的考量 但除非是整個緬甸完全不可控 甚至是有西方國家介入的情況發生 北京才會真是出兵 在北京的調停下 緬甸軍方和果敢、德昂、約開三加 加免北少數民族地方武裝組織在1月達成停火協議 但近期戰事不斷擴大 顯示北京的調解無效 今年4月 緬甸軍方和約開軍在約開邦的戰鬥持續 6月 三兄弟聯盟 中的德昂民族解放軍在對緬甸政府軍控制的東北部彈邦及萬德勒地區據點發動攻擊 8月3日 果敢同盟軍攻佔了彈邦北部重鎮立術 宣國祥說 中共在緬甸內部玩平衡 因為 他和緬甸軍政府有長期的合作關係 同時和緬北的少數民族武裝團體 例如果敢同盟軍、德昂民族解放軍等保持聯繫 中共通過和這些武裝團體的互動 就可以在緬甸局勢中保留一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這些武裝團體相當於是中共在緬甸局勢中施加影響的籌碼 中志東認為 北京基本上都是支持緬甸軍政府的 不過也是要維持搞內部平衡 不管是叛軍還是軍政府 假如都依賴北京的支持的話 就可以展現北京在緬甸的主導地位 但緬甸軍政府似乎對北京有點猜疑 8月14日 中共外長王毅訪問緬甸首都內比都 並且和緬甸軍政府領導人敏昂來舉行會談 王毅聲稱反對任何離間中緬關係的言行 據緬甸媒體報導 王毅和敏昂來說 北京反對針對彈邦的襲擊 在王毅訪問前 敏昂來指控外國向緬甸民兵提供武器、技術和其他援助 雖然敏昂來沒有指名具體國家 但被外界解讀為暗指北京 緬甸一度在2010年結束了軍政府統治 被軟禁超過15年的昂山素基獲釋 他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也被當局允許註冊為合法政黨 並參加了後來的議會補選 2011年12月初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問緬甸 成為半個世紀以來首個訪面的美國高級官員 2013年底 緬甸政府釋放了所有被關押的政治犯 一直到2021年2月1日早上 敏昂來統領的緬甸國防軍發動了軍事政變 再次推翻了昂山素基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政權 宣國祥表示 西方國家採取過一些措施來反制中共在緬甸的勢力 並支持緬甸的民主發展 但效果有限 這些努力一直受到中共的影響力和地區複雜政治現實的制約 他舉例 美國和歐盟對緬甸軍政府實施了多輪經濟和金融制裁 來削弱軍政府的資金來源 希望促使緬甸恢復民主 但中俄一直在國際場合 例如聯合國安理會 對制裁持反對態度 並阻止更嚴厲的制裁 所以緬甸軍政府依然能依靠中共的經濟和外交支持來維持它的統治 宗志東說 對現在的緬甸 西方影響其實有限 因為中共獨佔影響力 而緬甸的民主化 將會不離於中共對緬甸的控制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寧海中 洛雅的報導 本次的《紳士各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鐘仔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那麼 打開 2 3 4 3 6 5 7 5 7 7